现在可以看到这个PPT 对可以看到没问题 那你这边可以开始 然后过程当中 你可以开始允许大家去开麦 去提问 还是最后来这种QA环节 我觉得就是中间有问题 随时提问 对好嘞好嘞 对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发在聊天框 或者就直接开麦 都是没问题的 好的 好的感谢小路 感谢那个运筹帷幄的一个邀请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整个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 然后今天我带来的题目是 智能网联交通系统 我们决策优化 是基于强调学习和大语言模型的 然后首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熊熙 然后来自于 同学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然后这个部分的研究 也是之前跟合作者 比如说普渡大学的孙东峰老师 上海交通大学的金利老师 以及港中生的王茂南同学 以及同学大学的刘露同学 做了一个相关性的研究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是今天整个分享的一个 大致的框架 它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个介绍这个 智能网联交通系统 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和概念 因为大家做运筹优化 它不一定是在交通领域 然后今天我先大致介绍一下 智能网联交通领域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背景 然后第二部分 接下来是分为三个小的部分 三个具体的一个智能网联交通系统 就是说我怎么去用一些 优化或者是动态规划 或者强化学的方法 来做这个车辆对立的一个协同 第二个小的一个点 是在这个buttonack decongestion 就是一个在高速路口的一个瓶颈处 我们怎么用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辆 来实现交通流的一个 traffic flow的smoothing 这么一个过程 来减少它的一个交通拥堵 第三个部分 就是最近的一个研究工作 是做这个traffic signal control 就是做交通信号配时的一个控制 这里面我们是用大元模型 结合强化学习的方法 来实现这个tsc的这么一个控制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第五部分的话 是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个talk 这是我的一个 今天演讲的一个大致的提纲 首先第一部分 介绍一下智能网联交通系统 智能网联交通系统 是现在的交通领域 一个比较提的 一个比较热的一个点 现在的交通 现在交通系统的话 逐渐往两个化 这个方面去发展 第一个就是网联化 就随着现在的这个 5G啊6G 这种通信设施的一个普及 以及它的更新换代 然后它整个的一个带宽呢 包括它整个的一个capability 也在逐渐的提升 所以这个网联化 是现在这个 整个交通系统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叫connected mobility 就是它主要核心就是 比如说啊 车与车之间啊 或者是车与交通设施 交通路测的设施之间 会进行通讯 比如说V2V V2I 就infrastructure 或者是V2X 车辆跟行人之间 会进行交互 然后这个的啊 这个东西的目的 相当于就是说 它能提升整个的 交通系统安全性 提升整个交通系统 整个的一个efficiency 就是运行的效率 以及比如说一个便捷性 另外一个化 就是另外一个趋势 就是说它的一个自能化 或者叫智能化 叫automatic mobility 就是说比如说 现在的智能驾驶 就是智能驾驶 或者是无人驾驶 它能通过一些sensors 比如说传感器 然后比如说摄像头 这些这些设备 以及现在的一些 人工智能的方法 来实现 较少的人的干预 或者是完全就没有人的干预 自动驾驶是一个类子 比如说现在提的比较热的 比如低空经济 就是就是比如无人机这些 它也是属于automatic mobility 中间的一种 所以这个概括起来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 就是connected automatic mobility 就是智能网站交通系统 我们研究这个东西的一个benefit 在那儿 第一个就是核心点 就是safety 因为交通安全是 就是整个整 这个系统运行的一个 最初始的一个保障 就是没有安全 就没有这个 就是交通系统稳定运行的 这么一个可靠的保障 这是我们第一个 在交通系统能够考虑一个点 就是能 因为人类驾驶 它可能出现疲劳 或者是其他一些情况 能够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 第二个就是efficiency 就除了安全之外 我们更关注就是说 这个道路今天开车我赌不赌 然后我的这个traffic flow 是不是smoothing 我整个的一个运行情况 是不是很好 就是我怎么通用一些方法 来提升我的traffic flow 让它 我的通行时间更少 系统通行时间更少 第三个就是accessibility 就是说交通系统 它其实是一个public的一个行为 或者是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管理过程中 它其实是一个公共部门 来处理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这里面会涉及到 比如说social welfare 就是说我对于社会福利的话 我交通系统不一定是对于 我们的普通人 比如说对于一些老年人 或者一些残障人士 我们怎么来提升 它的一个可获得性 这也是交通系统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需要考虑的三个重要的一个点 第一个就是安全 高效 然后最后是可获得性 另外我们这个talk 主要为二就是 强化学习和大员模型 在这个mobility optimization的运用 强化学习和大员模型 也是现在就是近几年来吧 然后人工智能领域的两波浪潮 里面的一个 结出的一个代表 就reinforcement learning 特别是大约在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的时候 阿刷狗推出来之后 它最开始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来做这个human level control 然后最后 为了这个RL来说 RL这个framework 有很多的一些 比如应用 比如阿刷狗 或者是后来的阿刷 star 它现在就是多正能体 这么一个系统 来实现这个游戏领域的 这么一个合作 它主要就是最开始的deep mind 他们来推这个事情 所以最近几年 就是大员模型的一个兴起 通过就是transformer 这么一个架构 得到了就是在语言模型之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特别是以open AI 为代表的这个chat dbt 所以这个talk 我们主要围绕着这两种方法 在这个mobility optimization 中的一个应用 然后这个talk呢 就是分为 主要是分为刚才介绍的三个啊 小的就具体的一个应用 第一个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话 我主要是在介绍这个 waker platoon coordination 然后bought net congestion decongestion 就是说 我怎么去通过这个控制车辆 这个行为来实现啊 我整个的一个速度控制 来得到交通系统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 比如说舒适性 或者是经济性 或者是一个traffic的一个 一个运行的一个 更更更稳定 然后通行时间更少 另外一个 对于大员模型的话 更多的是在介绍啊 traffic signal control 在一个交叉路口 我怎么通过这个交通信号的一个控制 来实现我交叉路口的一个通行的更顺畅 ok 然后第一个 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具体的一个 实际的交通的一个啊 应用的场景 第一个是 waker platoon coordination in networks 就是在一个网络系统之中 交通网络之中 我们怎么去实现车辆队列的一个协同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整个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背景 就是队列是什么东西 啊 队列相当于就是啊 这里面我们选取了两张实际运行工作的图片 这是在实际的卡车公司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个卡车队列 这个在啊 在现在比如说美国中国的啊 有很多的一些啊 自动驾驶的公司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们首先觉得就是在高速路上的自动驾驶是最容易出现这个啊 最容易落地的 然后卡车的或者是货运卡车的一个队列啊 是相当于最容易产生这个商业前景的 就是说他能就要极大的减少这个运输和物流的成本 如果啊如果这个这个技术能够大规模的推广的话 然后他能节省很多的我们实际在认 实际啊就是过程中的一个比如说运输啊 或者是这些一个啊经济的一个成本 对于啊自动驾驶 在tuning这个货车队列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是考虑两个最大的一个benefit 第一个benefit就是说我队列形成之后 我后车能跟随前车 因为队列的话相当于就是几个车一起较小的间距行驶嘛 这就是队列 然后如果后车跟随前车的话 那队列这个这个整个的一个间距就比较小一点 然后整个道路的利用效率就比较高 所以他能能对这个整个的一个啊 就是交通的通行效率有一些提升 然后第二个就是另外就是我们啊 这个货运公司比较关心一点 就是说因为后车跟随前车的话 因为整个的一个风阻面积 就特别对于这个大型货运卡车的话 整个风阻面积比较大 就后车跟随前车的话 他有一个风阻的减少 所以我们因为风阻的减少 就会带来这个整个油耗的减少 如果它长途行驶的话 这个啊 节省的这个燃油经济性还是比较可观的 所以这里我们考虑两种 实际的benefit 第一个就是能减少拥堵 第二个能提升整个这个燃油经济性 在一个传统的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智能自动驾驶车辆 或者是叫connecting 它那么说 智能网链车辆的一个 就是整个一个控制或者规划 这个过程之中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个就是研究比较多的层级 就是vehicle类我们叫车辆层级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这个罗伯快跑 或者是google的wemo 然后它通过一些sensor或者一些感知 然后来实现我车辆的一个纵向和向控制 这是现在业界或者是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的领域 但是比如说我们上升到规划层级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交叉路口 我怎么去协调这个车辆的运行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network play 在一个网络层级 因为网络层级特别是 比如说货人卡车 它有一些起始点和终点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 我怎么去选择我最优的最优的一个路径 然后同时我又考虑到我行驶的安全性 或者是一个经济性 所以这里面就有planning includes assignment or routing这些问题 所以这篇这个talk的话 我们主要核心关注就是这个 更上一层就叫link layer 和network layer这么一个情况 首先就是我们简化这个platoon 这么一个场景 就如图所示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junction 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交叉路口 然后这个是一个主路和一个unramp merge这么一个场景 就在这个junction之前 我们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junction之前 一个是junction 这个路口之前 一个路口之后 然后路口之前呢 我们假设有一段距离 固定的距离 第一这段距离 就是为了形成platoon 的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第一专门就是车辆进入这个coordinating zone之后 然后他就会啊就是在这块专门就是这个中央控制器会决定这个车辆是否形成platoon 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coordinating zone之前会有一个感知器 当车辆进入这个感知器的时候 这个他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速度信息 位置信息 就会传递到通过这个无线网络 传递到中央控制器 中央控制器会决定当前车辆与前车啊是否形成队列 因为这里面我们先假设一个很啊很影响的情况 就是所有的车辆都是自动驾驶车辆 来分析这种影响情况下的一个实际的这个platoon的问题 如果前车跟随就是这个当前车辆跟随前车形成platoon的话 然后后面的就过了这个这个junction之后 然后他们就会以一个对列的形式行驶来啊 就是在这个cruising 我们后面这部分叫cruising zone 在这个正常行驶路段来进行这个platoon的 就是跟正常车辆的行驶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就是两个过程 第一个就是融合的过程 coordinating zone 第二个就是cruising zone 就是行驶过程 第一个前面的这个协调形成platoon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现在考虑的一个场景 前面已经说了就是说benefit 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project考虑的就是 我们platoon的两个benefit 第一个就是fuel savings 我形成队列之后 然后后车就因为封锁的减少 会有fuel consumption 就是油耗的减少 这是第一个benefit 第二个就是reduce travel time 因为我形成队列了 所以它整个的间距小 所以就会由travel time减少 但是coast也很 就是有利就有弊 然后它的coast就是 因为我在这块 假如说我决定 因为这里面的action 我决定的这个 就是控制的这个量 就是我车辆是否行驶 行驶之后就有个速度 所以这里面控制的就是 我是否加速去追赶前车 前车platoon 所以这个coast就是我如果加速的话 我的油耗就会增加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如果跟前车形成platoon的话 那跟后车的一个形成的概率 就会减少 这是两个coast benefit or cost 所以这里面我们提出了两种方法 threats hold best的方法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就是基于预值的这么一个控制策略 来减少我的这个travel cost 这里面我们考虑的travel cost是 travel time加上fuel consumption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这里面我们提出两种方法 然后第一个是一个静态的优化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能算出最优这个stress hold 但是这里面做了很多假设 另外我们基于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法 来用这个预测的一个headway 来做这个platoon的coordination 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 就是这两个转的工作 首先我们来modeling这个事情 前面是一个具体的物理场景 我们怎么来在这个junction 来进行platoon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这么一个 一个简化的一个图 然后因为它是相当于是mainland和那个on ramp 都会形成platoon 所以我们在junction之前 把它合并为一段 叫merging zone 然后后面叫cruising zone 第一和第二两个距离 我们假设这个车辆 这车辆的到达是一个博松过程 然后在intel arrival time 就是两个车中间的到达时间的间隔 是iid的 然后所以它就是服从这个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它的参数就是lambda 我们设计一个threshold 就是强制给它一个threshold best policy 所以这也是很直观的嘛 就是说根据两个车间的一个间隔距离 如果这个threshold是 如果当我的threshold是 针对于这个intel arrival time 这个threshold来说这个事情的 就是说我的intel arrival time 是小于这个threshold的话 我因为两个车很近嘛 它应该形成platoon 因为我就有benefit 因为形成platoon之后 后车就风阻减少 所以我如果intel arrival time xk 小于这个threshold的话 那它就容易形成platoon 如果这个intel arrival time 这个xk大于这个threshold的话 它就不太容易形成platoon 所以就把它整个的一个 就是用这种方法来 做一个简易的一个处理 然后形成platoon之后 我们假设这个headway between the platoon is 就是h0 就是说因为形成platoon platoon正中间的gap 相对于我原始的这个 正常行使的这个gap 是非常小的 所以 我们把它就是approximation zero来简化处理 在正常处理过程中 有三种方法来coordinate 这个merging process 就是形成platoon 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后车加速 另外一个就是前车减速 还有第三种方法 就是两个协调起来 因为这里面 我们是考虑这个后车加速 这个情况下 来简化这个问题 因为前车也可以减速 但是你这样的话 实际过程中 前车的这个速度 也会实时再改变 所以也不是非常安全 所以我们考虑就是后车加速 加速完之后 它就在coordinating zone里面就不变了 在第一段距离就不变了 所以它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考虑三个benefit 就是benefit主要是travel time or fuel consumption 主要是分为三段 第一个是time reduction 就是因为我因为追赶前车了 所以time reduction减少 就时间就减少 第二个就是我因为追赶前车之后 我有一个increased fuel consumption 就是我整个的一个油耗增加了 第三个就是我的行程 platoon的benefit 就是我第二这段距离 我因为行程platoon之后 然后我后车的整个的一个油耗就减少 所以就是三个三个cost 我们加在一起 做我们的total cost 因为这里面一个是travel time 一个是fuel consumption 所以这里面我们用这个value of time 还有那个fuel price 来把这个东西统一到货币的 这么一个技术单位上来 我们考虑了三种场景 就是merging zone这个第一距离 我们就变了 我们考虑了三种 就是说cruising distance 我们实际的这个驾驶距离 到底有多长 来展示我们这个优化 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假如这个后面的cruising zone 就是说我实际这个行程platoon之后 开的距离有多远 假如说距离很小的话 假如5公里 然后platoon整个的benefit就比较少 另外一个极端场景就是80公里 就非常长了 就是我后面行程platoon 这个距离比较远的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纵坐标 是这个total cost 然后横坐标就是value of stress hold 就是stress hold的这个大小 stress hold的越大 分明就是我越容易 就是它的预值 就是整个的宽度越大 所以我越容易在这个这个这个 第一这个范围内形成platoon 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个蓝线 是这个cruising distance非常小 就是我后面的通行距离比较小 就是platoon的benefit比较小 就是我预值越大的话 那第一这一块就特别容易形成platoon 那它就是很容易加速形成platoon 但是后面的这个第二这段 第二这段的benefit支撑 不起来它的一个 就是它的benefit啊 就是超过不了它之前的cost 所以它整个的一个total cost就会不断的增加 反过来对于这个cruising distance非常长 就是我开车开到了80公里或者100公里往上 我的这个platoon benefit就非常的大 所以这里面我更期望有一个更大的stress hold 因为它现在有整个的platoon的benefit 所以这个stress hold增加 它也会不断的增加 这个benefit不断增加 所以cost的减少 对于中间一种情况 就比如说30公里 所以这里面就会一个optimal的一个stress hold 这是可以实际通过求出来的 OK 之前的话 是在这个 就是我们假设这个是一个 强制的给它一个stress hold stress hold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在博松 arrival process这种情况下来 做这个最后的一个stress hold的一个分析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 我们如果只用inter arrival time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比如说连续就有一定概率 就是连续几辆车它可能inter arrival time 可能极少 但是也可能也会现实的发生 就是它连续几辆车的inter arrival time 都都小于一个固定的一个值 然后它相当于就是它就会有 比如说三辆车或者五辆车 那就会连续加速 所以导致最后一辆车 它的实际的加速度会非常 实际的速度会非常的高 所以在现实中也是不安全 所以这里面我们考虑这个time reduction 就是速度的一个减少 for platooning as the decision variable 我们改变这个角色变量 因为它是跟platoon size是有关的 如果platoon size最长的话 它可能会做一个自身的限制 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前车的CAV的 这个position和speed来做这个 我们用这个动态规划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把它就给formulate 一个MDP的一个framework 这个state就变成了变化了 就变成了一个predicted headway 就是说我跟前车的预计的headway 就是我不是不再是我之前的 那个inter arrival time 就是两个车之间的一个 一个一个jank 它是相当于我当前车辆 前车的一个predicted 就预测的那么一个headway 然后the action就是time reduction time reduction其实可以转换 它的速度 其实都一样 然后reward 同时考虑travel time 还有fuel consumption 这里面注意就有一个deterministic 确定性的一个状态转移方程 就是我这是我的后车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是根据这个 是是等于这个当前 就是后车这个inter arrival time 加上前车的前车的一个action 所以这也定义了这个predicted headway 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它不只是这个inter arrival time 它是根据前车的action来决定的 因为前车的action定义 运动了多少之后 它是它就决定了后车的一个预计的一个追赶的时间 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方程 所以这个最终我们目标是找到这个最后的策略 来maximize cumulative rewards ok 然后前面是这个formulate这个mdp framework 然后啊说一下这个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 其实是数学证明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最终那个optimum policy 是一个分段式的一个策略 它是一个threshold best 现在就是说我的s是它的state 就是我的predicted headway 如果小于一定的预止的话 我最后的这个mue就是我的policy mostly policy就是state到action的一个映射嘛 如果我的就是我的一个最优的一个action 其实就是这个state 就是说我的应该是追击它 跟它形成platooning 如果我就是state大于这个threshold的话 可能就是说我有一个有一个constant的一个 deceleration 就是我的action是一个复制 因为这可以证明就是在常见的一些生活中 我们这个threshold是大于0 然后c是小于0 然后之前啊之前上一个 在一个博松过程下 我们是假设它是啊 它是一个是一个静态的一个threshold 然后这个啊这个结论其实是更强的 它是可以对于general arrival processes 就不一定是博松过程 然后这个general arrival processes 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 就是它一个分段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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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 然后对于这个策略的一个物理解释 就是说如果这个preditedheathaway 就两个车中间那个preditedheathaway 是小于你的间距的话 就是两车中间的间距比较小 然后当前车辆应该追赶前程 这跟之前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点不一样 就是说如果当前的车跟前程距离比较大的时候 当前车辆应该slightly decelerate 就是说它应该减速 就应该它应该挡大后车 就是它的速度其实是可大可小 可以减速等待后车 与后车显得platuning 但是这个减速的速度是一个长值 整个证明的过程是 Bellman Automated Equation 对于博松过程的话 它其实就它是一个特例嘛 然后它肯定也是这个 swelt-based policy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详细的信息嘛 然后我们用这个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这个pyramidal lambda 然后就可以实际算出这个spectal的c 但是就在实际过程中可以求解出这个 这个策略的具体的值是多少 但这里面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 在博松过程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ystem indegal equation 这个积分方程积分方程组 来最后求出这个 我实际的spectal c 因为博松过程的话 它整个的一个整个一个线下 是在交通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比如说 carrival process 是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面在现实中 如果我们假设能通过这个system indegal equation 能求出来的话 它比球解成功的dp要快很多 这里面我们 考虑了 就是针对于 我们之前得到了spectal based的结构 设计了三种算法 来求解这个spectal 求解这个具体的spectal和 这个c这个值 因为我们 之前的证明只是知道 它是一个分段式的结构 但是这个分段式结构 具体这个spectal是多少 这个c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在这里面我们设计了三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传统的dp的方法 传统的value estimation policy improvement的方法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分段式的结构 spectal的这个结构 放到dp里面 所以它能减少一些 我的搜索空间 这是一个dp为 parameter rest spectal based policy 第三种是 就是完全针对这个 bossom arrival process process这个过程 来设计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里面考虑了三种 常见的heat weight distribution 一个是指数分布 第二个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第三个就是我constant heat weight 然后可以发现就是说 我在dp里面 如果我假知道 它是一个spectal based policy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法 融入到这个dp结构里面 然后能够显著的减少 这个design的时间 最后一个就是对于 bossom arrival process的话 它其实最后能得到了 这个就是距离 就是得到了我的 这个实际的这个commutation 这个efficiency是非常高的 它能迅速的通过一个求解器 来算出我的整个的一个 就是我最后的一个 stress hold的值和c值 所以这个在实际过程中 也是非常有 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所以通过这个整个的表格 我们可以看出就是 我们在整个的一个dp过程中 我们加入的整个信息越多 它其实啊最后的computation efficiency computation efficiency是越高的 这是怎么啊 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啊 一个就是一个趋势 ok来总结一下整啊 这个junction level啊 这块就相当于就是 对于我们在单个节点的话 我们怎么来进行platoon optimal coordinating platoon policy 是stress hold the best 然后对于博松过程的话 然后the policy can be completed by solving啊 unique equations 可以通过解决这个 就是方程组 积分方程组 来得到这个最优的一个policy 对于general variables 这个structure 看就是我加入这个先验信息之后 能segnifiently improve the computation efficiency ok这是之前那个part b的一篇文章 ok前面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介绍这个junction level 我们在一个路口 出现这个coordination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一部分我们讲述就是说 我们怎么来在这个network 这个层级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下面这张图呢 是区别于前面那个图 现在就是有两点 一个就是我的一个destination 就是这个过了这个junction之后 我的link不止有一条了 原因就在于就是每个车 每个CAV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终点 或者就是human jacking vehicle 都有自己的终点 所以它的就是destination更多了 所以after junction 它不只有一个link要选择 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这里面考虑的 mixed autonomy 我们考虑的混合车流 因为前面我们是理想情况 假设就是纯CAV 然后所有车都是 都是就是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它做角色 然后这里面我们考虑 就是CAV跟就human drivers 因为这里面白色的车辆是CAV 然后灰色的车辆是human drivers 然后做一个交互interaction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假设 就是说在这个coordinating zone 就junction之前的这个第一段距离呢 我们是设计了一个专用车道 就是所有车的人在这个内侧车辆 行车platoon 因为防止了这个跟外侧车道的一个干扰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一个场景的一个假设 对于这个网络化的网络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里我们只画了一个junction 然后它实际是一个网络 就是一个network 所以我们考虑应该是system level coordination 和corporation 随着而来的问题就是它一个special temporal correlations in networks 所以这里面我们考虑一个混合策略 叫mixed autonomy有CAVs and human driving vehicles 我们的carforming model对于human drivers 使用的是idm model 对于这个CAV的话platoon 我们用CSCC system 因为这也很多研究在做 我们直接就是用这个系统 来保证我的形成platoon 的一个稳定性 对于这个网 这是一个简单的网络的一个示意图 我们对于每个节点 是采用这个MTP的framework 它的state的话就是 区别相当于它除了这个predict headway来说 它还有当前车辆的一个终点 前车的一个终点 因为如果就是 因为车辆它可能 因为终点的不同 它可能在每个节点形成platoon 你可以在下个节点就是分开了 所以每个车的终点信息也是很重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前车的 就是我前车过了这个detector之后 我的一个选择的信息 其实是会保存下来 作为一个下一个车 下一个车的一个state 做一个循环往复这么一个利用 然后这是一个整个state 相对于我单个jection来说 它其实就是多了这三个东西 就是一个destination 两个destination 然后link action 然后对于我每个节点 这里面我们其实把每个节点 做一个action 而不是每个车 这是区别的一个点 然后对于action的话 它选择的是一个 选择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optimal link 就是真的就是routing的东西 就是我怎么去选择最后路径 actime reduction 这是之前跟之前是一样的 就是我怎么去形成platoon 就是我追击的速度 cost的啊 同样是考虑这个travel time fuel consumption 但这里面的目标是我怎么去 对于这个系统上每一个起始点 每个终点 我怎么去find system level的啊 这个系统化的一个最优的一个啊 就是policy来minimize the accumulative cost 我们首先简化这个问题 因为我考虑网络的问题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简单的网络 相当于这个网络 它其实就是一个重点 但是它考虑的是a cascade of junction 就是说连续的几个路口 在每个路口 我们形成了platooning 但是这个区别相当于 就是说几个几个这个junction 之间是可以联动的 这里面我们state是考虑predicated way 然后action和time reduction之前是一样的 但是唯一的不同点就是说 几个路口在中间怎么去协作的 什么叫这个协作的激励 那这里面我们用两种方法 啊动态规划里面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value space approximation 就是我从这个value function这个角度 去得到最后policy 第二个就是policy space 我们直接从这个策略的来用这个之前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证明了 对于Dang Janker来说 我是stressful best policy optimal stressful best policy 但是他有很多假设 比如说我的arrival rate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的最后的那个cruising distance 因为cruising distance之前假设低 后面那个段是固定的嘛 但是对于这个里面的话 因为交通的交通实际的 在实际的生活中的状况 它是瞬息万变的 travelcruising distance 也是我们假设 它有一个等下的cruising distance 是随时在变的 所以用这种policy space policy space approximation的方法 来啊来得到这个我们最后这个策略 首先是approximate in the value space 然后这里面的一个就是 首先是设用这个value function嘛 用J也好或者用Q也好 其实都是一样的 然后表示说当前节点到这个 destination的一个minimum cost 就是minimum cost跟maximum reward 都是一样 看你怎么去定义的 reward是最大 然后cost最小 这里面就是用的动态规化的思想 就是说核心点 就是说我当前节点的一个cost 其实相当于就是说我从是从我从相邻节点来得到反馈的 这相当于是贝尔曼的optimality equation的一个更新 就是说我这个车在当前节点是有cost 但是我车从当前节点开到下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再反过来更新我当前节点 因为两个就是当前节点和下一个节点中间有个link 这个link会有cost就是c这个cost 然后他到达下一个节点之后 他对他这个ja相当于是到中间的一个估计 就把这个估计的一个最小值反过给他 然后就能更新我当前节点的一个一个cost 其实就是啊 dynamic动态规化的一个思想在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我们是用一个predue headway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用这个 因为他只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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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量嘛 他是一个标量 他也不是一个啊 就是高纬的这么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用这个polynomial regression 就是这种多项式拟合的方式来啊 多项式拟合的方式来approximate我的这个valifaction 啊就是可以更简易的处理 因为这里面也没有高位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用神经网络啊 我的这些东西来approximate我的valifaction 这是最后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矩阵的形式 很容易得到求解我具体的一个一个参数 这是这个valifaction的approximate 然后最后就是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在policy space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之前我们可以对于博松过程的话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system inical equation来确认这个事情 但这里面一个假设就是说 首先我的arrival rate是博松process arrival process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cruising distance 我的等效的这个后面的第二这个距离 是可以算出来的 然后这里面我们啊 首先我们是通过这个整个的一个 arrival的分布来把它近似成一个 post on arrival process 因为相当于啊 platoon中间的间距比较小 所以它其实间距比较小 是占据它那个啊 整个的一个里面的绝大部分 另外一个我们是啊 另外另外剩下的问题就是说 我怎么去估算出我的cruising distance 然后这里面我们是 因为cruising distance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 它是跟啊travel time是相关的 就是这两个是用是通过这个公式是可以啊 估算出来的 然后这里面我们用动态先用动态规划的方法 来estimate我的travel time travel time就是我从当前节点到我的中间的一个啊 运行时间的估计 这里面也是用动态规划这种方式来estimate我的travel time 所以就是说 然后我我的估计我当前节点到中年的估计 其实来自于我乡林我车开到乡林节点的估计 然后加上我整个的一个在这个link上的travel time 来更新我前一个节点的这个一个 一个travel time 然后作为用这种迭代的方式来update 我所有节点的一个travel time 用的思想其实都是一样的 然后有了这个estimated cruising distance之后 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一个整个arrival rate 然后就会用之前这个这个结论来得到我的最后的policy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是在这个sumo这个平台上来验证我们performance 然后找了几个连续的几个三四个路口吧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最后那个performance的比较 然后红色这条线是在这个policy space 然后蓝色这条线是在value function space value function的一个逼近 然后最后发现就是说其实在policy space 这个用这种方法 用space和这种方法 其实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这里面bestline cost就是说我不做plotony这个事情 它的一个cost就是一个基准框架 然后total cost就是我的一个 我实际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就是我采用这两种错练之后 它得到了一个cost 然后从来采取一个比值 这里面就是说我整个的一个 采用policy space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 大家注意到这个横桌表是critical density 就表示我整个道路的一个通行的一个 就相当于就是就是prone to congestion 就是不是容易拥堵 就是critical density是跟这个gem density 是相关的嘛 就是说值越小代表整个道路越容易拥堵 值越大越不容易越不容易拥堵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越容易拥堵的话 比如说往左边这个轴走的话 它其实越容易就total travel cost 等于baseline cost的比值越小 所以它就越容易拥堵 这时候platooning的效果就越明显 就是我们总结来说 就是platooning process can have more benefits when the highway congested congestion情况下这个total 这个整个的一个system会对我的transportation的 这个travel time提升会更多一点 OK然后刚才介绍的是这个casked reduction 然后我们现在到这个network level coordination这个情况 然后这里面的话 states就刚才说说 就是说变成两个predicted way 另外一个baked destinations action变成两个time reduction routing decisions 然后这里面我们首先做的就是把这个问题先geo 就变成两个就变成两个具体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偶合的 但是我们这里面假设就是说 所有的车辆首先考虑的是routing 因为实际的这个送货 或者是货运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长途运输过程中 routing是首先要保证 就是说比如说货车它运输的时候 会有这个time window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们首先保证就是做的这个决策 是routing的这个决策 首先我们采用动态规划的方法来 还是estimate or travel time 这个estimate travel time 跟之前那个在castle junction estimate travel time其实是一样的 就采用这个动态规划的方法 就到了下个节点之后 相应节点之后的预测 我当前节点这个travel time 但这里面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整个的一个travel time的这个形式变 因为之前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 没有就是没有多中点 中点只有一个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标量 但这里面它就变成了一个table 因为我有有多个中点 我有多个我在当前每个节点 有多个link选择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table 然后有了这个travel time之后 我们基于这个travel time 然后来estimate我的cruising cruising distance 然后用之前的这个 threshold best topology这个结构 来做我的整个这个platoon 那就是说先做routing 然后routing之后 它就是首先它的功能 第一个它做了routing这个事情 第二个routing之后它也把travel time estimation 可以服务于我的stress for the past policy 然后去决定我们的platoon 是否形成platoon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是在sumo这个平台下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在那个nd的network上来做这个测试 然后它就r two arranged two destinations 然后啊我们是用sumo和rl 然后这是我们实际的一个啊一个一个截图 就是两个casket junction 中间的一个一个一个screenshot 然后这里面 呃绿色的车辆就是形成platoon 白色的车辆就是human driving vehicle 然后每个junction之前就是这个灰色的区域就是形成coordinating zone 然后黄色的这个啊这个这个块是detector是检测器 然后红色的车辆就是cav 就是这里面现在就是有一个专用道嘛 专门用来形成platoon 然后形成platoon之后 然后在这个混合设计中 然后就会正常行驶 然后这里面我们啊考虑了一个就是 因为sumo中它有一个呃缺点就是说 它不太能呃表示出这个宏观的速度density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这个rescale的linear function 来表证这个宏观的速度和density越高 它整个这个速度形式就越低嘛 在这里面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来限制出我所谓的车辆运行速度 因为它是混合车流 所以我们不能用传统的那个green shells那种方程来啊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所以我们用这个rescale的linear function 来表达这个mix autonomy trapping情况下的一个啊 就是speed and density的关系 ok 然后我们用三种方法 两个benchmark 第一个就是黑色的这条线代表就是没有在tuning的情况 然后蓝色这条线代表就是啊 就是传统方法的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红色这条线是我们提出的方法 结果显示就是我们的方法啊就是 比传统方法更好一点 然后特别是在这个create density比较小 就是比较拥堵的情况下 我们来解决能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能canreduce travel cost by up to 38 就是能至多能达到特别是这个点 达到35这个点 能提升至少35%的一个 相对于没有project 相对于baseline的情况下 而不是相对于这个plusb 相对于baseline的一个提升 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能做adaptive routing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 就是一个undated网络 然后我们在1000秒到2000秒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link18 假如说我们把他就是人 我也把他disconnect 就把它中断了 就假如这条路呢 时间过程中突然有一个事故发生了 这条路不能走 那这个时候啊 然后在2000秒之后把它就恢复了 然后啊这个colorbar的意思就是说 颜色越往右边就是越往绿色这边走的话 就是速度越高 速度越高 速度越高表示这个车上车就越少嘛 速就往狼色那边走 就是速度越低嘛 速度越低就是因为density很高 就是车很多 所以在700秒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 然后比如说大家都走link18link2link1link3 就中间的link5link7link9link8link10 都没有太多车走 但是我假设在1000秒的时候 把这个18这个断掉之后 然后发现很多车从5 8 14 10这个路段走 所以它是一个density routing 能够有一定的这个resilience在里面 ok 总结一下这个network level的coordination的情况 就是我们用那个approximate dynamic programming 叫adp其实跟rl 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用就是叫adp也好 或者是rl也好 其实就是就是一个近似嘛 又怎么去approximate 我们的valifaction或者是policy approximate dynamic programming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那个 那个腾讯会议室还有这个b站上的用户反馈 因为ppt卡了 就我们转播那边可能那个网络信号有点差 它可能稍微调试一下 我们稍微停一个几分钟 然后让他修复一下这个网络的问题 然后反馈的用户挺多的 大家可能还是想听一听你后面的这些内容 所以我就打断了一下 那么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呢 看看直播间的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跟熊老师也可以稍微交流一下 ok刚好就是这部分刚讲完了 所以也比较适合提问 或者交流一下 好嘞好嘞 我们等待看看直播间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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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ded 好 感谢观看 是我直接就可以回答吗 然后就是 是好像聊天框里 是有一个人 问ADP和RL的区别 对我可以 对我刚才看一下 有可能转播平台的同学 可能看不到 对你现在应该可以直接回答 对 对OK 那我就是 我先念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来念一下 他问到这个 ADP和RL可能差不多 想问一下 这两个方法是可以等价的吗 如果不可以的话 具体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ADP 其实我觉得ADP 它是两个框架 ADP其实它是从 Dynamic Programming 这个方向来的 最开始Dynamic Programming 我怎么去通过迭代的方式 Bearman function的方式 去做这个求解 然后我中间 只是用到了我的 approximate的方式 比如说 它既可以用 polynomial的方式 也可以用比如说 现在的neural network 这个方式来近似 它其实就是 怎么去 approximate我的valley function 或者是policy 这种情况叫ADP RL其实它最开始就是 就是框架 其实来源是不一样的 RL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computer science 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 最开始它是通过 trail arrow或者table里面 比如我怎么网格去学习 这么一个方式 就是它现在 其实我觉得 就是本质上 其实是差不多 只是说不同的领域在提这个事情 比如说控制领域 可能就叫ADP更多一点 然后CS可能会觉得 RL更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 其实是差不太多 好嘞 谢谢 大家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直接开麦交流 小王那边是不是恢复了 我看B站上面这边 应该已经好了 我重新退流了 好嘞好嘞 行 那我们熊老师 那我们可以继续 OK 好的 就继续这个 presentation 然后刚才 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我在那个ADP的话 可以用来这个 facility routing when the route is congested 就是如果道路拥堵的话 ADP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对于platoon的话 我的threshold best policy 能够 因为之前是 在junction处 已经分析了这个性质 threshold best policy 的一个性质 所以 用这种方法 能够做很好的 做这个platoon这个事情 然后结合这个ADP的话 能够做routing和platoon 协同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这是 今天刚刚在iTS上的 attributei的iTS上的工作 OK 然后刚之前的时间花的 主要是在这个 vikaplatoon coordination 这个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 接下来就主要是介绍 这个bought neck deconjection 这个情况 就是我怎么在一个道路瓶颈处 我们用自动驾驶车辆 来减少这个道路拥堵 这么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场景 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用的一个 bought neck 就是一个瓶颈处 最开始就是一个高速公路 然后它有三个车道 然后它变成了两个车道 因为这个道路的 本身的关系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个 就是在道路 这个瓶颈处非常传生拥堵 就产生拥堵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一个词叫capacity drop 就比如说 我假如说整个道路的车流量很少 然后这个其实是没有拥堵 但是我在这个上游 就是在左边这个部分 不断的加入我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车流量来说 当它超过这个后 就是下游的这个 两车道的一个车流量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capacity drop 然后就会在这个 H4在这个灰色的这个区域 形成这个交通拥堵 这是形成这个 在瓶颈处去的 交通拥堵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capacity drop 它相当于相对于 我原始的这个capacity 会继续下降一部分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跟前面这个 network platuning问题是一样的 我们考虑的是一个混合车流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里面没有 我们考虑就是所有的这个车辆 我们是就自己单独运行的 这里面白色的车辆跟之前是一样 是这个human driving vehicle 这个蓝色的车辆就是我们要控制的车辆 它是这个autonomous vehicle 这里面我们控制 就说我们控制所有的这个蓝色的车辆 协同控制 做一个market agent的一个协同控制 来做这个减缓在这个瓶颈处 做这么一个交通拥堵做这么一个事情 做这个multi agent的这么一个 一个learning的这个情况 这里面一个挑战 就是说因为我们考虑的混合车流 所以我们会考虑这个CIV和non-CIV 中间的一个交互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multi agent的问题 很多人自然能想到就是multi agent reinforcement 比如说MAPPO或者是Qmix这种方式 像MAPPO或者Qmix它是一个centralized critic and decentralized actor 这么一个形式 就是有一个critic 然后后面再update 再反向去update我的actor 是这么一个一个框架 但这个框架相当于对于这个问题来说 比如说我在我所控制的这个区域 也其实像junction 这个bottom那个之前也有一个控制区域 就是你选定这个控制区域之后 你其实这个车是不断驶入和驶离的 所以它number of agents 它的实际的这个控制这个agent数量 其实是在时刻的变化的 所以你用完全的套用那个Qmix或者是MAPPO 如果是完全按照那个模式的话 其实很难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learning based approaches become complex and unstable 在训练的时候也不一定很稳定 所以如果这个number of agents时刻在变化或者增加的话 所以这里面我们是用这个multi agent rule out的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首先我们把这个task变成一个decentralized partially observable MDP 然后decentralized就是说有multi agent 然后partially observable意思就是说 我当前的automous vehicle 我只能观测我第一个我自身的信息 因为这个信息是肯定是给到自己的 比如说我速度位置 然后我的一个像啊一个一个什么MU这些信息 这个是我能观测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能观测到的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宏观的一个车流信息 比如说通过路色设施检测到整个的一个traffic flow的速度啊 或者是车流量这些信息 但是我不能观测到我其他agent的信息 所以这是partially observable 就但是还是需要啊考虑到整个车的一个协同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用这个 因为这里面state是整个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嘛 action是每个agent的action observation是对于每个每个agent它是一个unique 他不是一个所有车都能共享的这么一个一个framework 然后我们用这个啊 multi agent rollout的这种方法来做这个啊 这个多个agent的一个corporation 他通过是agent把agent这么一个协调的这个形式来来来做这个问题 就是agent之间的一个迭代 不是啊中间中间的一个啊不是dynamic programming那么迭代 就是agent的中间的policy之间的一个迭代 啊来详细介绍一下这种方法啊就是 就是说怎么什么是agent by agent policy iteration 就是说我把这个collective的policy去decompose the update strategy of CAB sequentially 就是说我去惯的来update我们每个车的policy 他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一个当前的state 然后我在初始时刻我先更新 就是我不考虑其他车 我相当于给车会排序啊012345 我先跟更新第0辆车的一个policy 就是我我假设其他车的policy是啊是已经已经确定好的了 然后我先更新第0辆车的policy 他有他的state他的observation 他有他的action 然后他有的reward 更新完之后 我把这个action再给到第一辆车 然后第一辆车只考虑前车的action和当前车的我自己的一个state 然后我不考虑其他辆车 然后我根据这个情况下再去更新我的一个state 然后第一辆车更新完之后 他的更新他的policy之后 他的一个最优的action或者他的policy 又去给到第二辆车 第三辆车 以此类推这种方式 就是agent by agent 这个policy iteration的方式来做这个问题 其实那就是说 我先更新第一辆车得到一个最优的policy 然后再把这个policy给到第二辆车 然后第二辆的policy给第三辆车 以此迭代的方式来做这个更新 然后对于每辆车 其实它是一个单独的更新方式 但是它其实利用了前车的一个最优的policy action就是对状态的一个 就是它是policy得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policy state到action的硬设计形成一个policy 然后就把这个policy 先把这个action给到我的之后 现在就是把最优的policy给到我 然后我基于相邻车的一个最优的policy 就是我学习到同伴的一个最优的policy 然后基于它的最优的一个策略 然后我更新我的东西 是这么一个思想的论证明 然后把这个agent by agent policy 跟就实际每个车更新 就是用PPO这种方式来 refund我的policy of each CAV 然后它能提升这个corporation among agents 然后我们的整个这个simulation是在这个 也是在Sumo平台上做 然后我们选取了这个上海的一个神海高速的一个 一个bottom neck 然后它是一个三道变两道的一个场景 然后来在Sumo中仿证得到结果 最后的结果就是相对于全种方法 MPU或者其他方法 结果会更好一点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penetration rate 因为现在我们考虑这个混合车流嘛 比如说鲁汉会有罗伯快跑 或者这些自动驾驶车辆 因为现在比较现实的情况 就是自动驾驶车辆会跟正常的人的司机开车 它是其实是大家在并存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底多少的自动驾驶车辆会好 会对这个交通拥堵会有减缓呢 是所有都换成自动驾驶车辆 还是说我就换一部分或者是多少 最后我们发现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来说 比如说我在10%的自动驾驶车辆 就90%是human driving vehicle 10%是自动驾驶车辆 然后在瓶颈处它能减少9.4%的一个travel time 在这个基础上 我再继续增加我的自动驾驶车辆的一个数量的话 它其实最后的我的一个收益 你看从这个图可以看出 最后这个收益其实在逐渐减少 就是我比如说我再增加10% 我15% 20%的这个autonomous vehicle 其实我最后travel time减少 其实也是有限的 所以相当于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你用10%或者用50%的自动驾驶车辆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计算10%的自动驾驶车辆 它整个benefit或者它的这个mariginal code 其实是最小的 是啊是收益最大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ok 然后前面讲述的主要是用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 或者是reinforcing的这种方法 主要是dynamic programming 这种方法来通过控制车 来解决一些比如说platoon 或者是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速度控制 这么一个问题 接下来介绍就是用强化解析的大约模型 来做这个traffic signal control 这也是智能网站交通系统 因为智能网站交通系统 它其实就是核心就是两个东西 两个主人部分 第一个就是车 第二个就是路 当然现在的UAV啊这些低空经济这些 它就是另外一套系统 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路面交通道路交通的话 其实核心就是一个车车辆控制 一个就是这个路侧设施的控制 路侧设施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红绿灯就是交通信号配时这么一个决策 因为前面讲了车的控制 然后这个最后一部分 我们大约模型来做这个 根据这个路面情况来做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控制 然后同样还是这个目标 因为交通里面目标 其实要不就是安全 要不就是traffic efficiency 或者是energy 或者safety这些东西 然后传统的交通信号配时 那一般就是webster或者是sats这种方法 但是它就是没有这种适应性 不能处理一个动态的交通问题 然后对于强化学习的话 它能在automizing TSC 能够实施的这个数据 但是它对于一些没有见过的场景 可能在一些策略上会会有问题 然后这个challenge 现在就是说RL的方法 然后它经常是假设我的一个perfect observation 如果我在现实过程中 比如说在这个场景中 我的有一些丢包 我的传输的时候 communication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packet lost 有一些delay这种情况 我当前的stage就可能突然消失了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问题我RL的话 就可能不会很稳定 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几段场景 就是我训练的时候是挺好 但是比如说那天突然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比如说这块来没有 就是救护车出现 但是突然那一天多了一个救护车 那我RL怎么来处理这个场景 怎么去识别这个事情 整个的信息又变多了 那么救护车肯定是优先嘛 对吧 但是他可能就把它作为一个正常的车辆 然后不会给你一个 就是就是还是按正常车辆去行驶 那就会耽误很多事情 就是emergency vehicle的话 Typical not considered in remote function 他不考虑这些问题的话 就会就会就是系统就不会很 就是很很稳定 或者是很适应性很强 然后这里面我们提供提出了一个 就是把大元模型强化一做一个融合认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还是MDP的这个framework 然后把这个traffic sync control 然后model这个MDP的这个一个框架 然后state就是我交通的一个traffic conditions 比如说交通流量啊 或者是我整个这个红绿灯的一个向位配时啊 就作为一个state 那action就是我的红绿灯的这种一个控制情况 比如说每个左转或者是直行啊 或者右转这个向位配时的一个啊 具体的一个分配 就比如说他有没有连续啊 就是什么量有没有这个time window啊 这就是action考虑的量 那reward是minimized vehicle waiting time 是希望路口的等待车辆的时间最小化 然后目标就是优化这个cumulative rewards 做这个事情 这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基础的框架 首先environment这就不讲了 这是交通交叉路口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这是一个r的agent 就相当于他其实是一个observation过来之后 我给这个agent 这是普通的一个rl的一个framework policy network value network 这种方式 他有一个initial的action 就是他有一个初始的action 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最最开始这个rl会有一些output 就几个配时的一个分配 然后这个初始action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action再给到我整个的一个大圆模型 我们这里用的就是这个gbt 这个整个的一个框架 然后这个action给到这个大圆模型之后 它分为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我把这个 首先我把整个这个交通场景 首先翻译成我的一个自然语言 就变成我一个文本信息 然后这个文本信息 我把它作为一个强制处理 第一个我给他一些强制的一些命令 就是说我怎么去规范我的一个文本信息的一个输入和输出 然后第二个我们加入一些在这个文本里面 加入一些强制的这个交通的一个logic在这里面 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对它的输出格式做一个 比如说它的输出格式 我必须让它输出 我当前的action选出是012345 就是做一个强制性的输出 因为你不输出的话 你gbt可能就就就就就可能就乱了嘛 就它输出的东西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所以我把它变成一个格式化的一个输出和输出形式 在这里面我们是加入了这个logic的这个tsc control的logic的这个chain在这里面 然后把这个输出refine之后再给我的environment 现在这个整体是一个rl的框架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就其实你可以把后面的这个部分 rl agent和这个这个呃 后面这个大元模型总体看成一个rl的输出 就可以把前面的rl agent看成一个神经网络的前面的部分 后面把它做一个完全的一个输出层给他 相当于他作为其实还是一个rl的框架 但是他其实加入大元模型的后面一个 一个refinement在这里面来 让这个整个的一个啊情形会能处理更多的问题 做的是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我们考虑的就是啊 大元模型refine the decisions by considering additional real time factors 比如说我们考虑假如emergency vehicle 或者是communication issues delay啊 这丢包这种情况下 这样可以处理这些事情 呃对于一些啊具体的一个 就是怎么去用这个东西的细节就简要说一下 然后大家如果具体感兴趣可以去参考一下这篇 最后把论文附上 然后这个rl agent就不用说了 这是传统的这个rl的方法就是ppo的方法 大家应该很熟悉 然后对于大元模型的话 我们首先是把这个 就是交通场景变成大元模型的怎么一个 一个输入 然后最后我们用 大元模型去refind我的一个decision 这里面refind一个过程现在就是对于这一步的话 我怎么去refind的输出 这里面我们其实用到了之前那边啊 有一篇这个find search 大元模型的这么一个迭代的方式 就是说 我的第一次输出可能不一定是我想要的 然后我通过这个输出迭代的方式 来最后 比如说通过三次迭代让我 用一个就是就是概率的这个去导向我的一个输出 让我的输出不断的迭代 然后达到我最终想要输出的结果 相当于是在后面这一步 在这一步啊做了这么个工作 然后相当于他其实第1个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啊 就是一个 自然语言的问题 然后第2个就是在这个 自然语言的这个问题之上 通过迭代的方式 就是来去refine 去improve我的最后的一个action 然后 这次approach TNC这个system 来 对于这个常规问题当然是可以的 他就是RN的输出或者是 啊 就常规的输出 如果对于 这个更复杂的场景或者是更 特殊的场景 我们也同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是这个系统的一个作用 OK啊 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这个simulation 就是也是在sumo场景之中然后我们加上这个gpt整个一个 啊一个一个就是 大元模型作为我们的一个输出 然后用travel time waiting time speed这些方法 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 我们考虑这个比如说 degraded communication 就是比如丢包的情况下 然后或者emergent vehicle 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处理 这是大元模型啊里面的一个大致的框架 就是我首先比如说我的我的RL会有一个 就是会有一个state和action的这么一个 啊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记录吗 或者是一个trajectory以后 然后这个trajectory 首先我给大元模型就是 ecision hints for decision making 就是你做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 第一点你必须考虑output decision when you finish the 就是说time t之后你必须 这是第一条规定 就是time t之后你必须有一个action 就是不能啊 有一个 啊 模拟两可的一个回答 然后第二个就是find output decision must be unique and not ambitious 就是说你整个的回答必须是 啊就是很确定性的一个回答 不能是模糊的 然后你必须know your available actions and junction state before you make any decision 这是这个 对于decision making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限定 然后对于traffic scenario 我们把它描述装静态和动态的 另外一个对于这个logic chain of answers 就是我回答的时候我应该有什么样的逻辑 相当于给他一个限定的框架 就是说decision的时候你必须 首先你必须确定一下 就是分析一下你的action 是不是合理的 就是reasonable和unreasonable 两种 两种情况 然后你解释一下你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给我一种具体的分析或者解释 你为什么是认为是reasonable 然后最后我的answer 他是用这种json的格式输出的 所以他必须按照这个answer format 有一个模板 你去输出我的这个 这种那个action 这样就比较容易提出我 这个action然后给到sumo 去让他使用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考虑几个点 首先在这个常规的情况下 常规情况下 其实大部分 gpt输出的就是rl的 rl的一个 agent本身的一个action 然后用min travel time min wait time min speed 这几个点 然后就是normal scenario 其实 跟rl的性能差不多 但是可能在 某些 就是在min travel time 或者是min speed 其实都差不多 在waiting time 的话可能会提升 百分之十几左右 然后这里面有啊 我们考虑的就是一个其他情况 就是degrade communication 就是在 比如丢包的情况下 我的我们提出的这个 lm这个 tsc正方式 能够对于 相对于传统的rl的方法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这个 鲁帮性更强 然后min waiting time 这个性能也在提升了 就是说我们举这个 这里面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 在degrade communication scanary 丢包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 我们 整个的系统observation 就是说 rl 现在会有一个 初始的这个decision 说 我应该选择action1 然后这个action1 这个 就会给到大原模显 就是说啊 他首先分析我是不是 reasonable 就是 就是他他会有自己的一套logic logic chain 这些已经给他了 如果他分析 他不是reasonable 他会就 然后 下一步会有explanation 说为什么不是reasonable 不是reasonable之后 我应该最终我的action是什么 他就是 refine之后的 假如说 他的action就变成了2 然后这个 是我大原模型更新之后的 一个policy 他其实相当于就是 再一遍的一个神经网络 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 最终的action 就会给到我的sumo 这个平台来做这个事情 ok 然后 呃大致总结下就是说我们这里面用rl大原模型来 啊 handle这个 reward traffic scenarios 然后我们能够提升在正常情况下也能 实际的运行 在这个极端情况下 比如说这个 信息啊 这个 突然改变的情况下 或者这个stage突然改变的情况下 我也能 提升我整个系统的适应性和鲁邦性 这是啊 最近的啊 我们 最开 跟 港中生 老师和同学的一天 最近的工作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 去参考一下 好的 然后 时间已经 一个多小时了 然后 总结一下 今天的一个 book 然后 讲了三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用这个adp或者是 啊 这种方法 主要是 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法 来 呃 设计了一个在这个vika platouning 在 网络成 在这个 实际的交通网络之中 我们怎么来形成platouning coordination 我们结合了这个证明的 spacehold based policy 来提升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一个 scalability and efficiency 让系统 通信时间和 成本是最小 然后第二个对于这个多 啊多阵层的系统 在这个highway bottleneck 处我们设计这个market agent roll的方式 来实现这个 多多个agent的那个协同 然后来在这个混合交通流中来提升整个一个 一个交通系统的一个 减少这个通信时间 最后一个我们是对于这个traffic signal control 这个问题 我们用大圆模型和强形相融合的方式 来来提升整个的一个 addressing the real world complexities and improving the policy rebutness 就是让系统的 务邦性更强 好的啊 以上是我的整个的一个talk的主要内容 好谢谢大家 好嘞行 谢谢熊老师 非常精彩的一个分享 你辛苦啊 你几个多小时 讲了这么多的内容 非常的丰富啊 好嘞 对我看谢倩好像也进来了 然后待会这个QA环节也有让谢倩来办 咱们再主持一下啊 然后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可以跟咱们熊老师进行交流的啊 谢谢陆冰 谢谢 谢谢熊老师的分享 我看到b站上有一个问题 问lm输入的交通环境情况是人工描述的吗 呃交通情况其实 呃首先他是通过这个 通过 首先是苏某自己会感知的 比如说 每个 呃每一个 每一个direction的 他一个车流信息 然后这个信息是苏某提取出来的 浮露的这些信息 然后把这个信息变成了这个大元模型 他其实相当于还是一个一个 就类似一个模板输入嘛 就是observation 其实他不是一个随着输 他是一个模板输 比如说我的state是什么 然后这个 他其实就把一个那个量 留给了我的苏某 相当于是变量留给苏某 然后他实际的大元模型给他的一个输入 其实是一个固定化的东西 呃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呃这边的action1和action2之类的 这个phase1 phase2 能不能给点例子是不是可能 观众更容易理解一点 对就比如说啊就比如说 相当于对于这个observation的话 他其实 啊 decisionRL 相当于就是说前面这个部分 decisionRL agent make this step 这一步 他其实就是啊 就是我最开始 我线里其实相当于这个 有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一个输入 就是这个东西 啊这一句话 其实是一个模板输入 然后action1 这个是来自于我上一步的 因为他是action嘛 他是来自于上一步 我的RL 一个一个输出嘛 那后面的vehicles啊 这个mean occupancy of the each movement 那就是我整个这个车辆车辆的占有率 这一句话他是 是来自于大约模型 但是后面 比如说啊 E0 E1 这几个具体的一个占有率 他是通过苏某本身的可以提出的 就实际的交通信息来给到 给到我的 然后后面的decision 就比如说他的输出 decision这个 decision unreasonable的话 他是我大约模型 根据我的一个 logic 他自身的一个logic 我给他的一个hint 或者我的prompt 然后得到了一个输出 就是 总体意思就是说 他其实相当于是 Sumo的信息是一个来源 然后大约模型的输入 其实是一个 结合这个 我既定的模板的形式 大致就是这样 好谢谢希望有解决那位 那位同学的提问 视频号有问题问 既然LLM能力这么强 都能修正RL动作了 为什么不直接用LM计算动作 如何克服LM的幻觉问题 产生的动作可信吗 首先前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单纯的用 LLM的话 其实在实际过程中 他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 就是他的成本会非常高 你如果完全的用大原模型 用gpt这个东西 去做你的一个 大量的一个training 因为RL我们知道他 用trail and error过什么 你不一定很快就能受到 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 传统的一个reinforced learning 会得到一个初始出来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 framework里面 就分两步嘛 说用RL得到一个initial policy 然后在这个policy 基础之上 RL makes the initial decisions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大原模型进行修正 这个能减少我们整个的一个 一个一个 调试的一个成本 这也是 比较coast effective 如果完全大原模型的话 你的 最终这个收敛效果 不一定很好 因为他收敛速度很慢 你用大原模型的话 他其实 比如说他做一个action 他可能反映很长时间 因为他接着gpt那个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 还是gpt整个的一个 一个框架嘛 他反映时间很长 你最后 你收敛的话 你其实可能要 很长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 我们用当时用这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 第2个是什么 第2个是 幻觉就是LM的幻觉问题 对产生动作是不是可信 这个问题我到完全 目前还没有考虑这个事情 就是我看到是有很多 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目前这个work 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I see 不说到刚才那个 就是 比较RL 以及就是结合RL加LM 你们有没有就是 比较一下 比如说 把就是 纯用LM 作为一个baset 然后 要跟这个RL结合 LM这样 来进行一个 时间 以及 准确率上的比较 是否有做这方面的 这个倒没有比较 因为 现实中 基本上很难做到 因为LM这个 调一次这个 代价太高了 然后你大元模型 做一次这个 这个train arrow 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因为他 我们是当时是买了他的整个的一个 那个token 很快就用完了 如果你完全是用那个 整个一个 就是纯的用sumo 然后接大元模型调的话 那token用得很快的 所以用这种比较经济性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对接就是那个chat GPT吗 还是别的 对 因为这是很 对比较早的工作 这是因为是刚发出来 但是之前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也就是 好几个月之前嘛 然后现在可能我们在就部署一些本地的东西 比如说LM3或者其他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目前看着从performance来说 可能是GPT会更强一点 但是现在也可能大模型出来了 所以 这个work会不断提升 但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project的时候 还是用GPT 所以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做这个事情 I see 我看到你某一页提到有个什么AD lite 就是作为一个baseline 那个是个什么baseline 这个是完全的用RL来做这个事情 除了RL get get 我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就是提问 B站用户问使用的大语言模型需要微调过吗 是微调过的 对 就是根据这个具体的就是我们现实中使用的各种 这种就是交通场景嘛 会进行一个微调 就是我们苏莫这个场景会进行微调 他还问说参数在训练中有任何的调整吗 还是说只是作为 后处理这样子 后续处理 嗯 就相当于其实相当于你的GPT肯定是不能更改他的嘛 就是你是 呃 就是用这个GPT过程中 你就是后来去微调你自己的一个参数 嗯 就是把它GPT作为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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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啊 I see 就是GPT不能但是 你们自己有 别的参数 对就是相当于这个整个的框架训练过程中肯定是就是 呃就是把 就是那把它把大元模型微调成我们可使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 正格的一个 呃一个一个框架 明白 这是对接的部分可能是要微调但是他 对他自己 呃GPT本身那个是没法调因为他本来 对那那是固定 啊 明白 然后 视频号问 呃老师好 请问能简单讲讲车辆编队问题目前的研究方向有哪些吗 然后他想让你展示一下你那篇就是 Platruning那一篇的 论文题 OK然后 相当于 Platruning的话 其实 呃 做了两个层 第1个就是 呃就是 车就是车辆层 里就这样单个 这样的这个层 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 其实 到研究的没有特别多 然后我看其实大部分的研究方向是在这个 Network level 我怎么去做这个coordination 这个是有很多的 研究因为这个是比较practical 就是说 我在实际的比如说运输过程中 我有多个的orange dog destination 我怎么去 Platruning 这里面呢 南点相当于一个是网文化 第2个就是 他其实在每个点也可以 形成也可以分离 然后 我有这个 Time window的限制 然后我 Warton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符合问题 所以这个 点就是 大部分的工作 其实都是往这个领域做的 然后 这个其实相当于就是两 两个 大的方向嘛 第一个就是我用这种传统的这个 Dynamic programming 或者是Network optimization 方法 我去求解 我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假设情况下 我怎么去求解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 用learning的方法 或者是 这种 近似的 规划的方法 然后我们approximate 就是用就是multi agent做一个协同 然后怎么达到这个系统的最优 这是两种 主体的框架 但实际的一个 就是 应用的话 他可能会考虑 比如说 我会考虑我整个的一个 capacity 就是说 比如说我 车辆 会有一些 比如说 从当这个节点到那个节点 会有一个capacity 一个限制 就是容量的限制 有一些约束的情况下 我怎么来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 方法基本上就是两种 第一个就是我通过一些 规划 优化的方法 求解我整个里最有的policy 另外一个就是learning的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 就是方向 就是实际的一个应用方向 就是说 我考虑比如说一些 通信的限制 或者是我车 运输的容量的限制 或者是他们不应的的限制 来做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领域现在 就是 就是大家做的东西 还是挺多的 就是每个 每个人做的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 Network Platoon 其实最开始 是来自于这个 KDH 那个Carly 他们最开始提出了这么一个framework 就是我怎么在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network上 我们来 考虑这个卡车 对务 对列的货物的运输 来决定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往上一个层次提升了 它可能更像这个 Red Sherry 就是共享 共享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跟那个 就是 共 就是我们现在的大车 或者是这个 共享 这个就是出行 这个问题是比较相近的 就是我乘客可以共享去出行 也可以在某个点 先下一个乘客 再到 在做下一个乘客的一个 一个next trip 其实跟这个问题的本质上 是比较相近的 所以 如果你想知道后续的方向的话 其实人可以参考一下 之前的 比如说Red Sherry 因为这个领域做的比较多的嘛 就是方法论啊 或者是 整个大的发展方向 是比较相近 所以对 这个领域的话 大部分还是 就是从network level 做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说这个论文题目 就是 是想看一下这个论文题目嘛 就是这个 我们最近 对 那个观众想要拜 拜读一下你的大作 对 我们 我们后续也会 就是如果你们在 我们那个公众号里面 输入关键词 ORtalk的话 会给一个链接 就是我们有每一期的直播相关的资料分享 之后我也会把这些论文的题目就贴在这里 对 看到时候看熊老山有什么别的资料要分享 到时候我也就附在那个 附在那个文档里面 好的 还有视频号用户提问 既然LM可以评价动作 是否可以作为critic或reward 目前我倒没有看多 看的太多了 就是把LM单纯的作为critic critic相当于就对应的你下面的就一个actor 就actor 然后再有critic 你单纯的作为critic的话 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framework 就是目前我看到研究没有太多 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 我觉得 但是这好像应该挺麻烦的 因为它形成critic的话 你怎么去对应对应你的RL的actor 就是你输入之后 你去就是你reward怎么去评价 或者是就是你的LM怎么去对应你的reward 就是比如一个交通系统的话 你reward是一个固定的 那你比如说你的场景变化之后 你的reward是要变化 还是说你reward是人为定义的 所以这个还是根据具体问题来说 但是方法论这个层级的话 还没有太多看到 就是说用RL去单纯的改这个agent的结构 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在这个领域的话 因为最近那个不是出来一篇 那个大元模型和强调学习结合 就是那个解那个奥林 就是奥数的那个题吗 它其实就是用那个 LM做一个输入 就是把这个数学问题先变成 就是我文本的输入 就是我就是可以理解的这个natural language 然后这个给它之后 我再用这个alpha zero的那个 强调学习这个框架来去update 最终的一个输入 这是目前所能比较熟知 或者比较稍微来说 比较也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领域 但是你单纯的用L大元模型 去改这个critic到 或者是定有的reward 倒不是不是很多 我感觉这样比较不够quantitative 对 是的就是它还是 如果你有具体的问题 刚好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的话 倒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很general 然后有观众问有没有回放 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回顾文 之后会发一篇回顾文 然后以及 B站上应该会过一段时间会放这个回放视频 就比如说前前几期的也都最近有放出来 虽然目前这个B站就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organized 但是就是大家翻一翻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回放在上面 包括就是知识星球的用户也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视频的回放 对总之就是关注我们公众号会有呃会有后后续的会有一些信息 好最后再看一下就是啊还有没有什么提问 因为我们现在也也刚好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挺久的 对 好 那特别感谢呃你有你有你有没有什么信息要宣传分享的给观众呢 暂时没有主要就是还是present一下吧 对对对有没有什么广告也需要打一下对的啊暂时没有 好 反正大家那就对如果对这个rl或者是啊大员播行感兴趣的话 可能就是可以啊email我然后可以做一些project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啊 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啊我看直播间好像有同学想要提问 不好意思我还相当时我还有点问题想请教就是我关注到您最后就是是您的那个大语言模型是可以提升系统的鲁棒性是吗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他其实相当于就是能够啊对我的传出使的这个policy 有一个就是或者是action也好做一个初步的提升吗就做这么一个事情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鲁棒性更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就是这个这个大语言模型它那个其中的模型它具体的一个呃怎么说一个原理是什么 呃相当于就是刚才呃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呃我们比如说在这个这是一个呃初始的一个环境吗 假如说我们用只是用传统的rl来分来做我的training的话 他比如说有我们状态就是说呃当前的车的一个每个direction的一个流量啊 或者是我感知到的车的速度这些信息这是我的给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然后状态给的rl之后然后他比如说通过bbo或者一些方法能收点一个策略 但是这个策略他其实呃不是就是可以应对于很多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假如说比如这个道路在实际过程中他突然有一天突然在在翻修 或者是在这个道路这个这个车道突然到了一个emergency vehicle 因为你在训练过程中可能碰不到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你在实际过程中碰到了一个emergency vehicle 就是救护车来了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救护车优先通过对吧 但是你如果呃纯粹用我们rl policy 他可能把这个救护车当做当做一个普通的车辆 然后不给他一个优先级 他还是把他当做一个车流的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这个policy就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你不好在这个rl里面单纯的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救护车怎么去你除非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变量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会会更更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大元模型 要处理这个 比如说呃这个这里面有个大元模型 我们在这里面加上一个logic chain 就是说我们考虑这个情况 就是说假如说有救护车来了之后 他的优先级或者他的一个action在这个在这个 因为刚才这里面action有12345对吧 12345刚才说的就是action1是什么样 对应的就是我普通的一个呃一个向为配时的一个决定 比如action2就是一个有救护车 在某某个方向有救护车 或者是其他紧急情况下的我的一个action 就是说如果rl的话他可能输出就是1 但是有了我大元大元模型之后 我们对于一些我们遇到的场景 啊我的一个之前的一个sample 之前我一个data没有训练场景的话 我们可以呃去根据我的logic去判断 当然这个这个场景相当于就是我加上这个场景 他之后是呃继续增加了他的一个可适应性 或者叫你鲁邦性也好 就是说他系统变得更稳定了 就是说我如果没有遇到这个场景 他其实大元模型跟rl其实是一样的对吧 就是我的输出就是就我判断之后 我就认为你是reasonable的 然后就是rl的输出 但是我没有遇到这个场景之后 我其实就会认为你的rl本身的一个输出 是不稳定的 或者是不是适合当前的场景 比如救护车的话 我应该让这个车道当前去就是优先去通行 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嗯哦对 哦谢谢老师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您做这样一个科研工作 在论文发表的时候是怎么总结就是你这个工作和现有研究现状的一个关系呢 呃现有研究现状的话 就是其实呃这个就是这个领域呃一直就最开始在这个trap sync control也有相应的文章的出现 我记得好像也有用强调学习或者大元模型 但是就是从不同的点来做这个事情嘛 因为之前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大元模型这个本身做action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领域 但是他大部分也没有在交通系统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呃就是在这个大元模型做rl这个本身这个整个的一个框架 从方法论这个角度来说也不是很多 特别在交通系统领域就更少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在方法论这个这个方式去这个方便去总结 就大元模型加rl这个方便 因为我们更大元模型的更多是生成嘛啊 就是比如说我怎么去生成这个啊就是next token啊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其实更关注的就是大元模型怎么用来辅助我们的决策 我们就关注他的决策或者是控制或者是优化这个领域 就是我们focus在这个点 呃然后你去总结一下这些的工作就可以了 主要是方法呢或者是其他一些领域机器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比如之前他们用做traveling signal control 然后你相对于他们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 相对于我们可能更多是考虑这个 communication的情况或者是emergency vehicle的情况 我们在基于这个具体的场景 我们怎么用大元模型来来refin这个问题 所以还是focus这个从从大到小 就是从方法论这个角度然后继续深化到结合具体的具体的领域 具体的问题来来来就是展示这个work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您实验验证的部分就是会有审稿人 就是要求您跟您就是现有一些方法做一些比较什么的吗 呃现在还在投稿因为这个也是 前段时间刚出来的工作所以今天今天是在archive 我也是在审稿中我觉得应就是后面这个实验结果 就如果你看那篇论文的话其实是跟其他方法是有对比的 穿的方法是有对比的就performance其实呃这块倒没有太大问题 就是我们展示的点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能handle更大更更更更复杂 或者是更就是普世的这么一个场景是做这么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核心点就是说我最后性能会比你更好就比传统方法更好 我就是或者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在这个可扩展性上或者可适应性上会更好一点 对这是也是一个点啊好谢谢熊嗯嗯好谢谢呃 然后熊老师还有这个 有有一位观众问大语言模型部分已经过去了 就是对现在这这几页PVT展示的都是这个呃有关大语言模型的功能 要不你再放下这个工作的标题 这样就是可能有观众进来的比较晚miss掉了这一方面还是可以看一下你这个工作的 对比如论文标题有没有就再再放一下然后 论文标题啊ok对对对对就这个然后这个如果错过这一部分的观众还可以再看呃可以看一下这篇论文 然后还有一位观众问rl agent是用的已有的模型吗 啊rl agent的你看在哪个work在adp那个platoon那个work那个是自己根据这个policy啊或者是valifaction那个东西迭代出来的 那就是自己写的但是你后来啊第二个work是在这个boughton congestion 就是multi agent那个那个也是multi agent的rollout这个形式嘛那个也是不是用已有的模型那是自己自己就是根据这个framework 啊这个agent by agent的policy iteration的方式来迭代的然后对于这个rl加大元模型的话里面的rl的framework是用pbo这个方法 pbo就是大家都是比较熟知的方法 来做这个事情 嗯因为我们更想突出的是rl和rl结合的这个能力所以也不是focus的rl这个这个点 对明白对我我才可能说是最后一会儿 我说因为你前几页有一页ppt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这一页的前几页两页有一个地方提到rl agent 就是这个的 对对对对 PPO来做这个事情 希望有解决这个 有解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最后再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特别感谢 就是熊老师的精彩分享 然后也感谢 就是B站和视频号的 观众的积极提问 好的 感谢你们邀请 非常有机会来讲这个事情 对对跟观众们说一下 这个熊老师 是我之前的同门师兄 所以就感觉 很很荣幸能够邀请 我们这个直播 好的 那就也也也展望这个方向 感觉肯定感觉特别火 现在看下特别有前研究前景 估计这个直播也可以吸引 很多观众 在这方面的研究兴趣 对今天这个直播 我觉得热度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整体的在线的人数 我看了一下数据得有2000多个人 就是2000多人次看过 然后一直在直播间的用户 也大概有接近100多个人 就是各个转播平台上 大家对这个话题 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热度很高 也谢谢熊老师 对而且我之前看的也是 比如说在写奥数题 什么之类 就是LM肯定是很火 但是就是感觉在交通这方面的 就是说还是挺眼前夜亮的 对因为它交通领域算是 算是一个 它本身它是一个应用领域 所以目前的话 大元模型 大元模型其实还是在 就是生成 比如说生成video 生成图像 生成我的那个文本 会比较成熟一点 然后现在跟decision making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正在兴起 或者promotion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怎么跟RL去结合 怎么去做我的decision making 这个是我们交通领域 特别是我的研究方向 更关注的一个点 怎么辅助我的decision making 现在刚才就跟你说了 就是说怎么去解奥数题 它其实就是DeepMind 他们最开始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DeepMind 他们最开始推RL 所以他们更关注 也是关注 就是说我最后怎么去做我的决策 就是跟这个系统去做一个结合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好的 好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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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